从云南到浙江海宁打工的康某一时没有找到工作 心情很郁闷 为了改善低迷的情绪 3月19号晚上素来对吃在行的他买来了一只鸡炖汤 以前听说过这个鹰素壳能提味 想起兜里老乡送的两颗米粒大小的海洛因 于是就放入汤内炖好后全喝光 民警接到举报之后将康某拘留 专家称 吸食0.5克的海洛因就会因为中毒甚至避命 网友感叹 真是个不要命的吃货呀